大家请坐 你知道大概四个礼拜前 我到了美国 我去再参加两个不同教会的聚会 然后在那十多天的时间 很特别的圣地 祂就给了一段的经文 在我的脑海里头 哪一段的经文呢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的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来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因尽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 主耶稣要让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改变的力量 谢谢你 愿你今天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所以在那十天的时间 从第一天神就给了我这一节的经文 我没有很注意 我也没有去想他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一直到了最后一天 在美国的最后一天 这一节的经文又再一次出现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我就想说 好了 我可能太顿了一点 上帝一直要用这一节的经文 对我说话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看 所以在那一天的时候 我就赶快去看了这一节的经文 然后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在学习 这个讲道学跟解经学的时候 我们都要知道几点 第一个我们要去看它的原文 第二点我们要去看它的上下文 第三点我们要去看它的文化背景 历史背景 这一个的字句是有什么样子的意思 所以我非常地仔细地 我去查了很多的资料 我就发现它在这边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个的字是叫做Ecclesia 大家说Ecclesia Ecclesia讲的是什么呢 Ecclesia讲的是叫做呼召出来 大家说呼召出来 所以这个的字有它特别的意思 是呼召出来的意思 然后呼召出来要做什么呢 当代在这一边 这一个Ecclesia 它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存在 第一个我还是要写 对不起我刚才忘记讲了 当我去查这个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教会这两个字 是第一次出现在新约圣经 是在这一节经文 第一次出现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这两个字的意思 是叫做呼召出来 然后这两个字Ecclesia 翻成中文叫做教会Ecclesia 它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存在呢 就是它其实是当代的一个民间团体 是一个政府所立的一个的团体 那这个的团体有几个的能力的存在 这个的团体呢 第一个它是能够立法的 第二个它是能够执行法律的 第三个它是代表皇帝的 第四个在这边它是能够拆遣部队的 所以你仔细地去思想一下 这个罗马帝国能够拓展得这么快 跟Ecclesia是有关系的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Ecclesia是先从希腊那边所开始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的公民的一个团体 一直到罗马帝国 他们能够把它快速地去用 所以罗马帝国开得这么样子的广 能够让皇帝的旨意执行 能够让罗马帝国降临在各个的地方 跟Ecclesia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这样子去看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思考了 我就说原来在这一边 这一个讲的 跟我们想的 是有差距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你就要问 当门徒们听见 耶稣跟他们在讲Ecclesia的时候 他们想的是宗教团体 还是他们想的是一个政治团体 你觉得他们想到的是什么 政治 就如同今天我跟你说 市政府 你会想到宗教 还是想到政治 好 当我这样子去看的时候 第一个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误解 我没有说我们是政治团体 因为这就是门徒们 他们当时候的误解 他们误解之后 所以他们才会问说 既然是Ecclesia已经来临 所以他们才会问 耶稣就说 那你的国什么时候降临 所以他们才会问耶稣 比得 那个 约翰跟 跟 那雅各才会说 所以你做王的时候 谁做你的左边 谁做你的右边 他们以为是一个政治团体 但是耶稣跟他们讲的是说 那不是 这是一个属灵里头的 但是是同样的一点 同样的有能力的 同样的跟他们是做一样的 当我去读圣经的时候 突然间 我就开始理解一些事情 因为当耶稣跟着 彼得他们讲了说 你们要建造教会 Ecclesia在这磐石上 之后他差遣 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 是几个几个出去 两个两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个Ecclesia 就是这个的聚集 这个的民间团体 只要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行了 所以他是派两个两个出去 之后你去发现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使徒行传 他们就开始说 众门徒们 这些的信徒们 他们每一天聚集 在各个的家里头 一起的分饼 与其去分享 跟去讨论 那使徒们的教导 为什么是在各个的家里头 因为在每个的家里头 开始了Ecclesia 所以你仔细地去看 在圣经里头 也就是讲到是说 当时候受到逼迫 保罗去逼迫各个教会 他们说 保罗逼迫教会是从 house to house 是一个家到另外一个家 他不是跑到圣殿 他不是跑到会所 他是在每一个人的家里头 为什么呢 因为再一次 只要是两三个人聚集 在一个点的时候 他们就成为一个 他们当时候所说的Ecclesia 好 我继续再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 当时候保罗最后 他被逮捕的时候 在法庭上面 他就说 保罗 你在颠翻 整个的罗马帝国 怎么颠翻 讲篇道就已经 颠翻罗马帝国了吗 他如何颠翻 很简单 他就说 因为你在说 有另外的皇帝 你在说有另外的国 如何说有另外的皇帝 就是因为 在那一边 每个的家里头 开始一个Ecclesia 那我要讲好 这个的例子 比较不好一点 但是讲这个 大家就听得懂了 就是在法庭里头 他们就说 你怎么可以开始 一个台湾民政府 有听懂没有 懂了 他们就觉得 这一个 你是要颠覆我们的国 你在这一边所做的 你在这一边所讲的 你在说有另外的一个国 王就是耶稣 你在说有另外的一个国 就是天国 你在这一边说有另外的法律 就是圣经里头所说的 因为当代的人 他们不了解 在这一边讲的是一个 属灵的事情 但是他们是用Ecclesia 教会 所以你看到 到处 神的国快速地拓展出去 每一个的教会 他们翻译成 教会就是Ecclesia的时候 在哥林多 在铁撒罗尼加 在菲利比 在伊佛索 在安提亚 在那边 快速快速快速地 到处都出去了 你仔细地思想 这讲的是什么 第一个 教会我们真的是被呼召出来的 我们是从黑暗 进入到光明里头的一群人 我们是从卑贱 进入到尊荣里头的 我们是在软弱当中 要进入到钢墙里头的 弟兄姐妹 你知道一样事情 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 我们是被拣选出来的 他们那一群人 被拣选出来 到这个特别的位置 弟兄姐妹 请你知道一样事情 今天当你信了耶稣开始 你就是被拣选出来的 你是有特别特别特别的职份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教会的能力 教会该做的事情 我们拉得太低了 因为我们以为 教会就是干嘛 教会就是每一个礼拜天 我们就会来唱两首快歌 然后再两首慢歌 然后就握手一分钟 看一个飞行新闻 听一个的诗歌 讲一篇的道 再一个阿门宋 然后就去八方云基 我们的主日就结束了 这就是教会 错了 就如同今天 如果我给你一台法拉利 0到60只需要2.5秒 我给了你这台车子 但是你每一天 就是推着这个的汽车 你推着它 然后你就跟旁边说 这一台车真重 这家说它跑得快 但是我就一直推就推不快 然后你就说 这个怎么推动都动不了 就是因为你搞错了 这个的能力 不是让你去推它的 它不是一个的重担 它有极大的能力 以及权柄 是给了你和我的 教会给我们 什么样子的能力 与权柄 同样的一点 因为这个的组织 他们能够做的 其实耶稣也讲的是 同样的事 我们也能够 在这边能够运行的 就是说 今天有什么样子权柄呢 你知道我们也可以 拆遣军队 什么军队 天使天军 等着要来服侍我们的 怎么阿们这么小声 问题就在于 我们有没有 好好地去祷告 我们有没有去说 上帝求你来 拆遣你的天使 来在这一边 为我们来征战 你知道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见到 它不只是这个 我们要能够看见到 神的国 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就是那个万王之王 今天他说 他要在我们当中 他把那个的权柄 给了我们 我们要有能力 去改变这个的国家 我们有能力 去带来天国的降临 我要问一个的问题了 当我们在这边相信 就如同罗马帝国 在各个地方 我们是相信 神的国也要在地上 要能够 祂的旨意要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有阿们吗 每一次我们讲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是常常 每一次在主导 我们说 约你的国降临 有阿们吗 他说约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当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样子 祷告 我就问你一件事情 请问在天国 有没有癌症 很简单的问 请问天国 有没有贫穷 请问天国 有没有纷争 既然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祷告 这个的国要降临 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就要相信一样事情 当两三个人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甚至在这一边 你看已经不只是两三个人 我们就要相信 神的国要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这是祂给我们的权柄 当祂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一次我们在这边 宣告一样事情 还是不该留在我们当中的 我们就相信一样事情 贫穷是不应该留在这一边的 很多的人 他们就觉得说 不行牧师 你怎么可以讲说 没有贫穷 那你保留你的贫穷 没有关系 我要我们的地球姐妹 要进入到丰盛里头的 对不对 你保留着你的疾病 也没有关系 但是难道我不可以祷告 让我的地球姐妹 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身体吗 所以我们要相信一样事情 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的全民是给了我们的 因为这就是彼得 雅各 约翰 当他们听见到神 跟他们讲的时候 上帝 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理解到说 原来 这一个 是这么样子有能力的 所以地球姐妹 请你注意到一样事情了 因为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把太多教会的能力 压得太低 所以你推着那个法拉利很累 明明就可以很轻松的 就如同什么呢 小组啊 小组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一直觉得 哎呀 去小组真麻烦啊 好辛苦啊 地球姐妹 你大错特错 因为小组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权柄 我解释给你听啊 如果今天侯友仪 他从来不去上班的话 他是不是失职的 这是不是他的责任啊 他会不会因为不去上班 他就是一个坏市长了 对不对 柯文哲如果 他没有去上班的话 OK糟糕了 我讲这个的话 是一个trick question 因为你就说 就算去上班 他也是坏市长 那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怎么样子 继续回答下去了 但是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嘛 对不对 就是今天 他是被拣选出来的 他有没有责任 去执行法律的 他有没有责任 去做该做的事情啊 今天你我是被拣选出来的 有阿们吗 我们被拣选出来的 请问一样事情 所以来到教会里头 进入到小组当中 请问这个 是不是上帝 给我们的责任 以及权柄 很多的人 不想要进入到小组里头 因为他们觉得 是被捆绑住了 你错了 进去罗市 有一个的权柄 因为那个权柄 给了你 你可以去改变 这个的世界 你要让神的国度 降临在这当中的 那就注意到了 那除了小组以外 有没有更多的呢 有啊 你知道为什么 在公司里头 需要有祷告的小组了吗 因为在公司里头 当我们两三个人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就成为一个 Ecclesia 这个就成为一个的聚集 这个就成为一个 神国度 能够降临的地方 所以你说 老板好糟糕啊 你不要去抱怨老板 你应该聚集起来 让一个真正的老板 能够帮助你的老板 Amen 你的老板会突然间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开始赚钱 甚至他也会不知道 为什么他开始赔钱 因为你的权柄很大 校园小组 为什么重要 不是因为 只是一个目标 要有校园小组 是因为 当校园小组 进去的时候 神的国度 就降临在他们的当中 你知道为什么 家庭祭坛这么重要吗 家庭祭坛重要 就是因为 你看到没有 夫妻两个人 只要夫妻两个人聚集 记得几个人 开始一个Ecclesia 两个 所以夫妻在一起 祷告有没有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 魔鬼要拆毁家庭啊 如果魔鬼 可以拆毁家庭 这个最厉害的一个组织 就被拆毁掉了 因为只要 夫妻两个人 家庭在到处的地方 在那边聚集的时候 神的国度 就可以降临在那当中 你们开始理解了吗 因为我读到这个的时候 我很兴奋 我很惊讶 我说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在这时候 上帝就跟着我讲说 所以光伟 你能够了解 现在在这个的世代 在这个的年代 在这个的moment 教会应该是变成 全世界里头 最快速成长 而且最有能力的一个组织 我就想说 上帝为什么是这样 他就说了 他就说 因为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的科技 让我们能够 不管你今天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在上海 你可以在高雄 你可以在台南 你可以在嘉义 你可以在新竹 然后这几个人 能够聚集在一起 借由网络 他们能够借由网络 一起的来祷告 成为一个Ecclesia 以前多辛苦 以前我们在那边探访的时候 我们要聚集三个人 祷告 瞧时间 瞧得多难 因为就算是我们要聚集 我们就说 只是20分钟祷告 难道不行吗 听起来很有道理 以前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你就要想到说 这个人要花20分钟 到你那边 跟你聚集20分钟 再花20分钟回去 所以他总共要花多少时间 一个小时 所以他说 我真的没有时间 但是现在你不需要了 你只需要坐在你家里头 就算是你穿着睡衣的话 你只要拍摄你的头 对不对 也看不到 但是你就能够聚集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都能够聚集 在那边祷告 让神的国度降临 这就是为什么 导读这么重要 导读重要就是 当你每一次聚集 祷告的时候 神的国度就降临 在我们的当中 很多人问说 牧师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子祷告出 神的旨意 我跟你讲 最简单的就是导读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次祷告 你在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的 对不对 他的话语 他自己说的话语 他怎么不成就他呢 所以你是只是在提醒神 上帝这是你说的应许 这是你说的话语 这是你给我们的promise 所以今天愿他成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一定要鼓励你 你一定要参加导读小组 小组这样 你一定要带着他们 去导读小组 不只是导读小组 有些人说 但是牧师我不会读经 祷告该怎么办 所以你一定要参加 门徒小组 门徒小组是干嘛的呢 不是上课 只是教你两件事情 你看一个人信主之后 他一定就会有一个的疑问 这个疑问就是 我信了耶稣 然后呢 对不对 你总要教他嘛 你说 就是跟主之间的关系 天哪 我们每一次就希望 他们觉知之后 就变成使徒了 我真的 我还没看过 请问一下 在这边就只是因为 觉知这个人 觉知之后 就不骂脏话了 所有问候人家妈妈 都变成哈利路亚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嘛 那我问你们 信了耶稣之后 抽烟的人还会不会抽烟 讲实话 会不会 信了耶稣之后 骂脏话的人会不会继续骂脏话 会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成圣的过程 大家说过程 不是 不是 但是怎么样子 进入到过程 需要有人带他嘛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 但是 我就觉得直销 常常就给我很多的启示 你看直销之后的时候 就很有意思嘛 在直销的时候 他们就一定会跟你讲 就是 你看这个产品有多好 对不对 你看这个的药 吃了这个药的时候 你的皮肤变好了 身体变好了 也变瘦了 所以我从来卖不出去 这个药 你知道吗 但是重点 在这边的时候 你看这个的药 在多好 对 但是只是你吃了不够 对不对 你应该好东西 要跟好朋友分享 不只是你吃了旁边的 你讲的真有道理 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 你吃了这个东西之后的话 我也希望让你 能够在经济上面独立 不只是你蒙祝福 你旁边的人蒙祝福 你的世世代代代 你的家族 都能够受到照顾 我讲的 他们真的会讲 然后他们就讲之后 所以你就签这个东西 在这边 就加入我们的 这一个ABC公司 那叫做绝制 我问你一个问题 教会的产品 好还是不好 信耶稣有没有平安 在这边有没有神迹 在这边有没有神的保护 在这边皮肤 会不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我也不知道 I don't know I mean I don't know 但是我们的产品 这么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每次他们觉知啊 但是觉知之后 我们就不做 second step 第二个步骤的时候 每一次在直销里头 他们就会做 所以现在你参加了很好 但是我一定要教导你 怎么样子 能够把这一个东西 弄得更好 因为你一定要了解 所以在每个礼拜二 晚上 你下了班之后 你可以就到我们 这个的地方 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会教你 教你怎么样子 来运作这个的business 因为我要教你 怎么样子 能够成功地去行销 这一个的生意 好 这就叫做投资 所以你们需要 能够来到 他们就说 哇 讲得真有道理 所以每个礼拜二 他们就会去 那一个的小组啊 这个东西就叫做 装备课程嘛 是不是 这就叫做门徒班啊 是不是啊 所以一定要有门徒班 门徒班上了之后 我们就是教导你 两件事情 读经祷告 读经是神对你说话 祷告是你跟神说话 Amen 你会了这个 你就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啊 我们在这一边 不需要有个中间人 我们不抽成的 我们让你直接 跟老板联系 把你教会就好了 Amen 然后导读就是 把你门徒班学的东西 再用出来嘛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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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旁边说 很重要 好啦 那再来问你了 那在这一边 到底权柄是什么 我开始这个 Ecclesia 我开始这个 导读小组 我开始这个 祷告的时候 到底上帝 给我们什么权柄 耶稣有说 这个就是在 马太福音 第十六章的 第十九节 我们来读 这一节的经文 来 然后呢 同样的经文 在第十八章的 第十八节到二十节 他其实有一些的重复 但是他也是 耶稣在跟着 门徒讲说 他们有同样的 一个语言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 在天上也要捆绑 把你们在地上 所释放 在天上也要释放 注意哦 同样的一个的出现 在第十八章 然后他又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 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 注意几个人 两个人哦 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的 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 有两三个人 几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上帝他在这边 耶稣他给了 四个的应许 他说 当你们聚集的时候 会有四个的应许 第一个的应许 叫做天国的钥匙 OK 第二个的应许 叫做是 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会捆绑 地上释放 在天上也要释放 他说捆绑与释放 这是第二个的应许 第三个的应许 是什么 祈求就能得着 第三个的应许 第四个的应许 是什么 我必在你们当中 OK 所以四个的应许 天国的钥匙 这个捆绑与释放 祈求的能得着 让耶稣在我们当中 四个的应许 所以他讲的是什么 天国的应许 第一个我们来看 他说 耶稣就说 彼得 今天你竟然懂了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请问一个的问题 今天 今天如果我说 雨晴姐 我们够熟了 来 我把我家的钥匙给你 OK 我把钥匙给了他的时候 第一个 我信不信任他 好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当他有了我的钥匙的时候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自由地进入我家 他可以用我家里头 所有的东西 不只是这个 他还可以带人来到我家 全品已经给他了 弟兄姐妹 你知道一样事情吗 天国钥匙给了我们的时候 第一个 让我们能够开始去享受 神家里头 所有的丰盛 阿们嘛 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说 你要能够知道 神是把那一个的丰盛 医治 平安是给了我们 只是看我们有没有 进入到他的平安里头 去得赞 钥匙已经给了我们 第二个 在这边 像我刚才说的 是我们要帮别人开门 这叫做传福音 你能够了解一样事情吗 常常在教会里头 很多的人 有了钥匙不开门 如果今天我给了他钥匙 我说 你到时候帮我开门 我的朋友到时候要来的时候 你要帮他开个门 这些的朋友 他们要知道 怎么进到我家 然后我跟他讲了 这个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对不起 但是我很忙 你忙什么 那一天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去开门 我喜欢享受你家 但是我不想要给别人 机会进到你家 你知道这叫做自私 这叫做不负责任 很多基督徒是这个样子 把了天国的钥匙给了你 你自己享受了 所有天父家里头的恩典 但是别的人在门口 扣门的时候 你不给他开门 钥匙给你了 钥匙给了你 要让他们能够进到 神的家里头去 跟旁边人说 传福音很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教会做party time party time这么样子的重要 有一些的人他提出来 他就说 牧师做party time 全教会都好累啊 我跟你讲 这是从地狱里头 出来的谎言啊 要不要我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 以上一季 我们最多人参加party time的一次 总共264个人 我们教会总共3400人 264人有到十分之一吗 有没有 好 那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 party time 如果一年你真的做两次party time 总共十个礼拜而已 十个礼拜哦 原本我们的小组 是1234周 但是前年我们开始改的小组 是13周 24周我们说自由 对不对 所以party time是摆在什么时间 24周 不知道答案的人代表你还没有参与过party time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累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一年里头 总共 十周 可以带人认识上帝 请问 这个叫做压力很大吗 不敢回答了 十次 就是上半年五周 下半年五周 让我跟大家报告 很多的人 他们就是一年做一次而已 那也没关系啊 一年做一次party time 就是一年里头 你奉献了几周给神 五周 你知道那叫什么吗 十一 有没有道理 不回答我了 这么多个礼拜天 你奉献十分之一个礼拜 出来说 上帝 我为你来传福音 当你已经拥有了这个恩典 难道我们不该去做这件事情吗 阿们吗 既然阿们了 记得下次要做了 再来 他说捆绑与释放 捆绑什么 释放什么 捆绑 魔鬼在这边所做的事情 释放什么 释放被魔鬼所捆绑的人 你知道常常我们在这边聚集祷告 我们要为什么祷告 我们就说我们要为那些不幸的人祷告 为什么要为不幸的人祷告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常常邀请他们来教会的时候 突然间他们就很忙 有没有啊 突然间 那一天有事情 突然间 他的岳母生日 我不知道他岳母 为什么一年会生日这么多次 突然间 轮胎爆炸 突然间 要洗衣服 突然 真的吗 这就是我们听到的借口 不是吗 难道你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突然间 他说对不起 今天中午要做饭 突然间 夫妻吵架 这个就叫做 搅扰 所以我们要为这些要邀请的人 我们要先做鼠能征战 什么的征战要祷告说 上帝 你要 捆绑那一切 搅扰的灵 捆绑那一切 不幸的灵 捆绑那一切 纷争的灵 捆绑那一切 分裂的灵 上帝你要 阻挡魔鬼的拦阻 弟兄姐妹 我要鼓励你 如果今天你所邀请的这个人 一直没有办法来 我跟你讲为什么 好不好 想不想知道 因为他是使徒 所以魔鬼 才用了一切的力量 拦阻他来到教会 所以你们要更迫切地 为他祷告 因为如果哪一天 他信主的时候 他一定是不得了的一个人 阿们 所以那一些的 你要找哪一些人 信主 就是那种会 辱骂教会 骂上帝 骂耶稣 咒诅你 他一定是使徒 你就一直为他祷告 小主就一直为他祷告 因为有一天 他就会变成保罗了 阿们 对不对 这不就是保罗吗 他有一天就变成保罗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权柄 释放与捆绑的 释放什么 释放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银垒 有很多的信念 在我们里头是假的 是错的 这个信念就是因为 多年以来 一直的去思想 你知道思想在你里头 你的imagination 你的想象力 如同它重新在发生 所以比如说 今天 这个的人 在你生命当中 做了一件事情 伤害了你 你重新地 一直去思考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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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事情 就等于在你生命当中 一直重复地发生 或者是这个的人 他说了一句话 你就一直重复地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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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会讲一句话 就是没有人爱我 我是一个不可爱的人 没有人爱我 但是你就发现到 一样事情 在身旁有很多人 爱着他呀 为什么他有这种思想 这叫做坚固的淫类 OK 因为 已经 他根深蒂固地 相信这一点 我是失败的人 没有人爱我 但是当你发现到 他是成功的 当你发现到 旁边有很多人爱他 但是他就是 活在这个里头 另外的是像什么呢 就是你会投射在 别人的身上 这也是一个坚固的淫类 像是有一个人 他可能有一次 做了一件事情 让你很受伤 然后你就会重新 一直去思想 这个人做了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 对那个人说 他可能只做了一两次 但是对你来讲 这个的人 已经重复 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常常吵架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 这个人就说 你每一次都做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人就会问说 我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了 然后你就说 我现在也想不到 但是你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因为他就想 我什么时候做了 他不知道 他做的都在你的脑海当中 那个的想象 一直想到 OK 所以 这是一个的捆绑 我们需要从这个捆绑当中 进入到 那个的自由里头 很多的人在 在一个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的时候 他们虽然回到平民的生活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睡在自己的床上 他们没有办法 活到过去的生活 因为虽然离开了战争 但是战争还在 他们的脑海里头 所以就有很多的捆绑 让我们不敢尝试 所以最近 我说过 我几个礼拜前在美国 我在美国 我得到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的释放 这个的释放 是我以前都没有想象过的 但这个释放是什么 就是在有一场的聚会里头 我就听到 Nike的牧师 他们的同工就在分享 那同工分享什么 他就说 在我们的教会的神学院 如果你要毕业的话 你必须要失败三次 如果你没有失败 你就不能够毕业 我听到这一句话 突然间 好像得到一个的释放 为什么 因为在华人社会里头 我们就被教导一样事情 就是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失败是丢脸的事情 所以考试没有考好 家长就会说 你要再努力一点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我们就是一直在指责的 然后甚至是什么呢 所以像我们的话 我们不敢有突破 创新 因为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被告知 你要三思而后行 多想再去做 你要小心 不要去做 会失败 在那一边的时候 我就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 我突然间开始 心里头有一个的信心在 我就说 上帝谢谢你爱我 我的失败不代表是失败 只是在成功的过程里头 我能够继续地向前行 我不再害怕人家的眼光 我不再害怕去祷告的时候 这个病没有得到医治 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知道一样事情 我是被你爱的 我能够去try 我开始跟着童谷讲 说不要害怕失败 只要没有犯罪 都去做 我跟着所有的人说 你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害怕失败 让我们不敢勇于尝试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你知道 我常常害怕别人的眼光 所以上帝就用很特别的方法 在这个的释放之后 我就参加了另外一间教会的聚会 然后在那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 就聚会到一半 这个的牧师就挑战所有的人 他就说 所以你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要自由地跳舞 然后说 OK 好 那跳舞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前面说 我也没有想要怎么样子跳舞 反正 我想说我的肉怎么样子都会抖 看起来都会在跳舞 没关系 然后我在那一边的时候 他就说 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要跳拉丁舞 我说拉丁舞 你知道 上帝创造我的时候 是给了我两只左脚 我就是不会跳舞 但是他就说 大家要跳 你们要自由的 不要去想别人的 要相信上帝的 然后就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说 好了 那我就叫所有的童工 我说 你们要去跳舞 也要相信牧师说的话 我说 GO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们在前面 我就可以躲在他们的后面 就没有人会看得到我 我就可以很安全的 因为 反正我们华人都长得一样 对不对 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 然后我就一直躲在那边 因为我就一直觉得 人家会看我 其实没有人在看我 跟旁边人说 没人在看你 真的 我们一直觉得 别人会看 别人会想 别人会说什么 别人会怎么想我们 然后我就在 躲在那一边的时候 然后那个牧师就说 光伟 你为什么没有在动 然后camera就照在我身上 突然间 原本没有人看我 五千个人都在看我了 然后他就叫了一个说 你去他旁边 教他怎么跳舞 然后他就说 他怎么动 你就怎么动 那camera就继续照在我的身上 如果按照以前的我 我会觉得很丢脸 但是突然间 我就发现好像锁链掉了 在那边我得到一个的自由 我就学习了 就跟他动在那一边 我也不管旁边人的看法 因为我说 上帝反正我跳舞 是跳给你看 我们每一个人跳的舞都不完美 我说真的 每个人唱歌都很难听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声音 是能够跟神的声音比较的 但是神喜悦我们的声音 阿们 你听得懂我在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歌声 都不完美 都不能够跟神的声音比 但是我们都还是大声地唱给他听 你不要管旁边人怎么想你 你唱得五音不全没关系 我们当作灵歌 阿们 那一天我得到自由 我还是不会跳舞 但是我得到自由 上帝要让我们得到释放 第三个 他说祈求的就能够得到 那是能力 弟兄姐妹 我们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相信有能力 我们觉得那一个的能力 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不相信 就很多人都会问你 同样的一个能力 看不到怎么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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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这个的手帕 我没有变魔术 只是一个手帕 这个的手帕 它其实用你的眼睛来看 我们都会知道一样 是这手帕没有能力的 对不对 回答一下 让我们直播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OK 所以这个手帕是没有能力的 因为你看起来也没有能力 就软啪啪的在这边 这是一个没有能力 但是直到我跟你讲说 但是这个的手帕的主人 刚得了A流跟肺结核 他一直用这个的手帕 在咳嗽 在捂着他的嘴巴 请问一下事情 这个的手帕 现在有没有能力了 大家都同意 有没有能力了 你说这个能力大还是不大 如果我把这个的手帕 要摆在你的嘴巴上面的时候 你会不会躲 如果我拿这个的手帕 向你那边一丢的时候 你也会不会躲开来 因为这个手帕 突然间好有能力 同意嘛 对不对 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难道胜利的能力 没有大过A流的能力吗 大家不敢回答了 我再问一次可以吗 要不然的话 大家觉得我们教会 很没有信心的 问一下 请问 神的能力 有没有大过A流的能力 因为很简单 你仔细地去想 创造者难道比创造物 来得弱吗 我再问一次 创造者的能力 难道比创造物的能力 来得软弱吗 所以 我们的问题就在这了 我们以为 这个手帕一听到A流就吓死 但是当我们说 我们祷告有能力 你就觉得这个没有能力 这是一个手套 如果你怀疑的话 这是一个手套 你看 手套它被创造的时候 它是没有能力的 对不对 这个的手套是没有能力 它是软的 它做不了事情 它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东西 它要拿起手机 也都没有办法 它是软的 但是这个的手套被创造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功能的 是要让一只有能力的手 要进入到它的里头 突然间 这一个手套的功能 命定 就能够被完成了 因为它有力量 它能够开始做事情了 对不对 它能够做事情了 但是你知道 我们要愿意说 那我要愿意 让当时候被创造 该进去的这个进去 是不是 就是 这手套里头 有不同的空间 它有空间在这一边 你需要能够说 好 大能的手 我是为你所创造的 请你进来 那时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你进来 但是 请你 请你 留一点空间给我 所以 你就变成只能拍照的基督徒 听得懂吗 因为 你就说 但是这是属于我的空间 You're wrong 你的空间就是软弱的空间 所以你只把神 就塞到其他的地方 你就变骆驼 但是 你应该说上帝 对不起 这个的空间也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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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你就觉得 这样子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错了 这样子你现在变得蛮有能力的 Amen吧 然后 耶稣他就说了 他说什么呢 会与你同在 他说是与你同在 陪伴着你 跟你在一起 弟兄姐妹你知道 现在 我觉得台湾的社会 好像在一个天平 天平上 常常 就只是需要 有人愿意上这个天平 因为 什么东西能够让一个天平的balance 掉过来 叫做tipping point 这个的balance 是怎么让他过来呢 不是需要很多 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了 只要有一个人到这边 把这个balance拉过来 这个的天平就突然间 掉了下来 问题在这里 你看到 权柄给了我们 说当我们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无论求什么 他必垂听 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 地上捆绑的 天上要能够 地上释放的天上要能够释放 他又说 我会与你们同在 问题是 为什么大家没有参与 这个就是一个大教会 常常会发生的 他们 写了一个的研究报告 就是因为有一次 在纽约 有一个女孩 在马路上面被一个人 抢劫 强暴 谋杀 三十个证人看见 没有人打电话 No one 为什么他们就说 因为当越来越多人 在那边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 是别的人会打电话 报警 如果今天是一个人 他们说 如果是一个人看到 这件事情 他会报警 但是当突然间 是两个人到三个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别的人会做 你知道在教会 我们就有这个的状况 我们教会里头 就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什么呢 比如说 不需要做招待 有别人会做招待 但是我说真的 我要鼓励在这里 每一个的小组 每一个的小组长 请听好 我现在挑战你 一个月里头 带着你的小组 做一次的招待 做一次的招待 一个月做一次 因为你不要等着别人来做 比如说祷告 你说 我们要祷告来改变国家 现在我们开始说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五 我们在三明堂那边 七点半到八点 会有一个祷告会 你不能到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网 你会说 别的人会去祷告 No 因为每一个人都说 别的人会去祷告 你要说 我要去祷告 阿们 就是不要等 因为我们就在一个 tipping point的一个阶段 你知道我有梦 因为我知道 如果神的国降临在台湾 台湾会变得不一样 整个的华人世界 会变得不一样 我的梦就是 是否能够再一次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需要锁门 不再有犯法 不再有吸毒 因为不需要靠着毒品 找到喜乐 上帝要把真正的喜乐 给他们 我的梦就是 可不可以不再有暴力 你有没有看到新闻 一个八十岁的奶奶 坐在桌子旁边 就突然间有一个人 就拿了一个 夹豹子的铁架 就把她打趴在地上 就说 你给我跪下 把她腿打断 头打破了 一直打 台湾可不可以不再有暴力 台湾可不可以不再有 虐童事件 台湾可不可以不再有 气因 台湾可不可以不再有 破碎的家庭 可以 可以 这不是不可能 是可以 只要我们今天 建立起神的教会 让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 不要等着别人来做 让我们来做 阿们 我有梦吗 让台湾成为一个最美的岛屿 所以所有的人就说 来这一边 孩子会健康 来这一边 婚姻会美满 来这一边 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牧师你在做梦 有梦 才美 vision and dreams 我就是有vision 我相信这个vision 是神给的 我相信这个的vision 能够成就 因为这是他的话语给的应许 不是吗 这是他的应许 我不是在白说 我在说出他的应许 我愿 他的国降临 让我们每一个的小组 在教会里面 每一个的人 不再也得癌症 这是我的祷告 我的祷告是不再有癌症 我的祷告是不再有疾病 我的祷告是不再有贫穷 人们就会说 牧师 那是成功神学 一定有贫穷 可以 你留着你的贫穷 我要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 他们要付出 你留着你的疾病 我要祷告 我的弟兄姐妹是健康的 这是我的权柄 因为神给了我们的权柄 可以祷告这一个 这是我的权利 因为我是他的孩子 我可以大大的张口 因为他要大大的充满 大胆地跟神来要 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是大有能力的 这个礼拜开始 一定要有导读小组 这个礼拜开始 进入到你的小组里头 这个礼拜开始 如果你没有小组 去找一个的小组 你说牧师 但是我没有时间 去参加小组 你先加入这个的小组 他们周间就跟你花15分钟 用网络聚集 可以了吧 阿们 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 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 月两三个人奉祂的名 无论求什么的时候 祂必定会垂听的 我们一起起立可以吗 我建立你教会来依止这地 弟兄姐妹 你要相信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要开始神的国度要降临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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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访你教会来依止这地 愿你教会来依止这地 以祢赐这里 愿祢治理成全 我们喊三世主啊我们就来祷告 让主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让主的平安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让神的国要在这地上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祂的国降临 喊三世主啊我们来祷告 一二三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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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赐这里要赞美你耶稣 愿祢的国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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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祢的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所建立的这个全病当中 传着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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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的旨意成绝 愿意的旨意成绝 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扛起这个的责任 以及抓起这个的权柄 主啊让每一个人经历到你的国 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道 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动 传言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如果你需要带到 可以到前面来 会有同工为你带到的 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